有一位宁小姐因为加班半夜打车回家 上车之后一路低头玩手机 上车之前他应该这样做 记下车牌号码 上车坐在司机后排 上车之后大声告知家人自己所在的位置 以及车牌号码 让司机听见之后打消他的坏念头 在坐车途中不要只顾着低头玩手机和睡觉 要留意司机的动态 这样有图谋不悔的司机也只能安分守己了 还有如果女生身边回家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陌生男子尾随进入小区 小区一般都有门禁 很多人进入小区之后便会放松警惕 当你受到威胁时 如果大声喊救命 就算有您去听到 也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这样做 不要喊救命 而是喊找我 这样能保证父亲居民听到之后打伤他 犯罪分子看到人多就会跑掉 请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多一个人知道也就少一分危险 多一个人知道 感谢观看